所以就是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有紫一体设定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很多人呢 他填完这个紫一体 很像说他是不是赞成不利跟踪农地 开发太阳光源是蛮平均的 平均3.25 那算是稍微平常支持 可是呢觉得说钱不应该都是纳稠人来出 这个才2.21嘛 然后而且应该是阶段性补贴 不会说这个假农地一下子林 那钱就跑去墨西哥什么之类的 然后但是对整体环境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要有所评估 那所以这是第一组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人他提出了这样子的贡献之后 他接下来留言的是这边没有写到的 他才会再提出来 所以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就是减少 大家留差不多重复的说 我觉得会影响整体环境 我觉得不会影响整体环境 这种还要小便自己去收的 所以就是说量化它的子一体确实是有它的帮助 那同样的大家都觉得整合驾照啊 那自然品仗还不错 千万还就少一点 一楼卡就更少 然后或者是说对这个弱势保障户 然后以及是否不够 然后怎么样能够符合公平正义 然后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自己的子女呢 这个不一定能够接受 可是呢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是说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这个建议是可以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然后呢但是既然都合法化了 领养子女那是刚好而已 这个接受的就是更高了 然后那是不是公同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两极的状况 好那县衣军人是否能担任 漫养一安提案人呢 也是比较两极的状况 赞成稍微多一点 一难又就是差不多担任多一点 公务人员的话 因为大家都是公务人员 突然时间变成4.29 所有人都赞成 然后那有没有抵触呢 大部分是觉得没有抵触 那有人还是觉得说这个即使有抵触 也应该要这个适度的去开放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即使完全按照看图说故事 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小编就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回应 也就是说不管是你run了一天 或者七天之后 你就可以用一个综整性的回应 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觉得大家对这个议题的态度是什么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态度 可能又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子议题 或者一些新的东西 让大家一直有事情做 那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事情做 大家就会一直愿意 就是贡献出分享出他的东西来 好这是昨天参与的状况 那当然因为这是练习嘛 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天这样子下来 其实差不多就等于快要一个礼拜 我们实务上大概四五天 才能够收到那么多 那如果你开始有找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自己都就团上来的话 确实一个晚上差不多就是 这么多的资讯量 所以这个是先跟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样子 好那 现在就是处理一下 就是slido上面 我们今天还是用714 随时我在演讲的时候有问题 就都可以在这上面提 那处理完之后我就会直接把它收掉 那今天在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得分最高的啦 就是有操作公参议题的时候 会有一个中介者的角色 来扮演政府跟民间的桥梁 那如果没有的话 在那个立场不同 不信任或者给予政府的容错度低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操作 那这个呢 我会在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的演讲 是讲低点子 接下来下午的时候 加法会用仲开讲 各一个例子 去处理一开始双方信任度 其实并不高 还蛮低的 的状况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操作 那在这两个例子里面呢 前一个是由政府里面的人 自己去想办法 担任串中介人的那个头 那后面加法这个例子呢 其实也有很多公民社会 但主要是跨局处的帮忙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讲的是说 中介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到的 而是你看这个议题 然后去看说 他从里面还是从外面 怎么样比较适合配合 那但是呢 因为时间关系不太可能讲那么多 所以在我们的folder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延伸阅读 那延伸阅读里面有 第一篇是比较宗论 是我在报道者的一篇文章 那但是后面就是 V台湾就管平台相关访谈 宇家华跟唐鳳这两篇逐字稿 有很详细的处理 说中介人在目前的公务系统 以及事务体制 以及对政务跟事务关系的建议里面 我们两个分别觉得 可以怎么样操作 所以我想有空 或者是就是回去的时候 可以看这个逐字了 那如果有任何想法或什么的话 就欢迎再用email 或者联署联络我们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除以完就archive起来 然后下一个 就是各种资讯工具的适用情况 那对这个其实是 刚刚那一篇文章 网路摄影者的挑战 后面的一部分写的 他就是在讲说 用非常简单的想法讲 就是说我们如果传统上面开工厅会 或者是不要说工厅会 开专家咨询会议 如果你已经知道说你这个案子 全台湾的利益关系只有七个人 而且其他人都不会受影响 然后呢这七个人的碰巧呢 都又住在你的城市 那你就把它邀到这个你的办公室来 七个人坐下来探 那一个下午大家都可以接受 政策就推行了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当然没有这种好事 那所以就是说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说 他们不是同地点 就是说这七个人呢 你可能只知道几个人 他是你联络的上的 其他人呢你只能透过email 或者透过其他方式联络的上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引进直播的技术 或者像我们这种竹子稿的 Hack Folder的slider的技术 它的目的是让大家同时 就像我们现在同一个时间 注意力都还是放在上面 但有人可能不能来 他可以看直播过来 或者有些人他不能够直接举手表示意见 那他可以用线上的这种方式表示意见 也就是说是在同时间 但是解决不同地点的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网路工具 那另外一种网路工具是反过来 是说他虽然是在同一个地点 但是呢你并不是一下子就知道 全台湾有哪些利益关系 你可能一开始 这七十个利益关系人里面 你只认识其中的七个 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呢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 有点像是不管是留言板也好 或者是让大家这个能够 把议程提出来的这种 刚刚那种量化的投票方式也好之类的 想办法这里想办法做的事情 是建立一个类似联络簿的东西 让你一开始认识的利益关系人 可以帮你把剩下来那六十个利益关系人找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解决的是非同步的问题 那当然有时候既不同时也不同步 就是说你有两个月的时间或三个月的时间 你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想要找出尽可能多利益关系人 并且让他们之间彼此感受到一致 或者是彼此同意到某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最困难的 因为你就不能够只是放一个直播 或者发一些问卷就解决 就需要类似互相讨论这种状况 那因为这是最困难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在教ORID 这个焦点讨论法的时候 就会把它focus在这个最困难的状况 就是事前你既不认识全部利益关系人 而且他们也不是约好同一时间参加的这种状况 那但是如果比如说状况简单的话 我们就推荐使用这种很简单的咨询工具就可以了 那同样在那篇文章的后面有说明 那最后就是说 重营的成功比率是不是很高 那这个其实在一开始就是 我们进来辅导之前 因为不管什么阶段的案子都推上来 所以这个成功不成功很难讲 因为有些它根本就已经定案了 所以保证成功 但是事实上民间的意见根本没有进去 那所以成功是要看说 你要把它当政策行销的工具 你是想要让很多人知道呢 还是你是真的想要拿收集事实 收集感受 收集建议回来的工具呢 那后面的这个的话 成功的比例就随着 收集事实我觉得成功比较多 收集感受就少一点 能够收集到有用的建议的 目前就那么极案而已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挑了两个成功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待会儿 那不成功的案例 我想也可以见不见内自行这样子 但是至少最一开始就是政策沟通 政策行销 以及收到基本的事实的这个程度 我想后来大部分的是有做到的 好 那以上是处理slide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进入演讲 OK好 那同样就是我演讲中间 就是也欢迎随时 不管是举手打断 或者是在slide上面留言 我都会看 好 那今天接下来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是跟大家分享焦点讨论法 那焦点讨论法就是用来解决 如果你现在有一群彼此之间是陌生的 或甚至是互相有敌意的人 要讨论一个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问题 最后竟然要达成公式做成决定 要怎么做 那这个方式它是2005年 在加拿大发明的一套方法 那在接下来十年的时间 被非常非常多的facilitator 就是负责引导讨论的人使用 那这个方法它在发明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面对面沟通的情况发明的 那所以我们在B台湾跟在June做的事情 是尽可能的在网路上去还原 这个方法在我们实体空间的操作 那有一个前提要先讲 就是说目前的网路环境 除非你用了虚拟实境设备 不然的话它很难完整的表达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每个人注意力是不是在这个上面 或者是大家大概的情绪 所有这种非语言讯息 在留言板上面 尤其是几乎没有办法表达的 所以呢 其实大家到网路上面呢 都有一点 有点像是就是某种障碍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你不能表达非语言讯息的时候 很多这个教育成讯法里面的一些操作 是比较难做的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像佳华在教我做这个引导的时候 他说如果有人讲话 就是太大声 而且停不下来 抢走大家的时间 你不能打断他 打断他整个房间的那个压力会上升 所以你要慢慢走到他身边 而且要面带微笑 然后把手轻轻拐在他肩膀上 这样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就是 有效地用非语言讯息去阻止他 这样子 好那但是呢 好那问题来了 就是说那在网路上要怎么做这个操作 很困难的 那所以像在V台湾我们会私讯他 私讯他的时候呢 还会带一个这个笑脸的表情符号 然后呢就是说 尽可能去模拟那个情况 可是如果你只能公开回应他的话 那你就等于打断他 那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表情符号又不能用 那你就要用相对应的中文 好比像说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达到类似的情绪状况 那这整个目的就是说让大家在进入讨论的时候 它触发的是我们心理学上面叫做接近系统 就是说是有期望的 或者是说至少是友善的 而不是回避系统 就是觉得恶心的 或者是觉得恐惧的 或者焦虑的 这样子 那但是呢 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酸民的那个酸的意思 就是说他的留言是尽可能引起你的回避系统 那在看到的时候就会让人不想要继续讨论 所以通常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 怎么样应用这样一套方式来让大家愿意 又回到能够讨论的情况 他的目的并不是让酸民能够做出建设性的留言 也许有人可以 而是让其他人不会被这个 就是变成说一看到就不想要留言 我们毕竟是想要收集大家的看法 好 那再进入这个具体操作的状态下 我们就先看一下所谓公民咨询的三大障碍 那我刚刚讲的那些其实是有配合的 就是说在以全世界为范围 用这种网络上面收集不特定人的意见 基本上是凶多吉少 失败的比成功的多 台湾的失败率并没有特别高 事实上上去比较好的了 那所以呢就有一个学者 他写了一个类似Meta Study 然后呢他就归纳出 尤其是康南Regulation Room的一个例子 他是就是我们说三堵墙嘛 每一次政府在网络上面 去run这种公民参与 他就会撞到三堵墙 有三个障碍 那我们是把它翻成第一个是无知之强 就是说一开始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政府要讨论这件事情 通常第一批来的人 他要嘛是时间太多 要嘛是他这个 就是是这方面的研究者 可是他通常并没有失误经验 就像昨天讲的 就是当政府要修公司法的时候 往往创业者是最后知道的 最先知道的呢 是公司法的学者 可是他们本身的创业经验 可能比较欠缺 所以怎么让这两群人谈 能够互相谈起来 这就很重要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们通常是用一个简单的 牵刀简报 或懒人包的方式来做 就是昨天说的 怎么样五秒钟之内 引起大家的兴趣 并且让大家愿意就是分享 好那假设你这个成功了 你真的吸引到了上百人 像昨天上百则讨论 那你就会碰到白目之墙 白目之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家如果都用脸书 或者PTT上面习惯留言的方式 来这上面留言的话 它就是发散的嘛 它并不是收拢的 并不是大家都有 就是收拢式的讨论的 这样子的一种素养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刚刚我们说子议题里面 是先用问卷的方式 把大家的这种好棒棒好坏坏的表现 先让大家抒发活之后 再来留言 这是一个方法 那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能够让大家来做比较好的操作 好比方说你可以先预先说 如果你看到你觉得好的留言 你不用再留一个一样 你按赞就可以了 按赞多的我们会优先处理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主动引导它 做比较好的社群讨论素养 那假设你这一关也过了 其实大部分成熟的民主国家 碰到的是资讯爆炸之强 资讯爆炸之强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要修一个法规 一个因改成一个德 可是它事实上有母法 它的母法有别的观念部会 别的观念部会 又有子法 然后又有它的实行细则 所以其实一个字换了 在整个中华民国法律系统里面 它你可能要看十万字 才知道说 它对这个法律系统有什么要求 而且还是说法规调试 还不是说像住户分配 或者大的建设案 那个又更大的系统 所以就是说 几乎有点像下字幕像一样 并没有哪一个人 能够真的脑里装下 所有每一个案子的 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 每一个利益相关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需要大家来一起去讨论 可是反过来讲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真正认真想要了解的人 就会觉得资讯爆炸 尤其是如果你一开始 把所有手上相关资料 都丢给他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要有层次 那这个层次就是 我们说的教练讨论法 教练讨论法呢 分成四个阶段 简单讲就是说 他希望所有人 都先确认客观的事实 我待会会举例子 接下来 等事实所有人都接受之后 再确认每个人主观的感受 这个没有对错 对同样事实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接下来等所有人 都了解了所有人的感受之后 再提出可行的想法 想法的好坏是以 他能够照顾到 最大多数人的感受 为这个取决 那通常我们在网路上 是不做决定的 昨天已经说了 但是你如果收到 比较好的这方面的共识的话 做决定这个工作 就会变得相对的比较容易 而且也比较不会被抗议 或者被占领 那所以这个是有书的 就是叫做 学问ORID这本书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 通常是只处理ORI 运用教练讨论法的原则 我们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呢 通常还是开一个 共识工作方式 用面对面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 就是很充分地用飞行员讯息 然后利用大家的时间 保证大家在同步的情况之下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那所以再说一次 就是事实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所有人分享 自己手上的经验跟资讯 当然后面有资料是最好的 然后呢 等这些全部都公布之后呢 根据这些事实 这些资讯 这些资料 充分地让大家表达 大家的感受 根据这些感受 提出可行的 大家可以接受的想法 最后根据这些想法 全部收拾之后 做出决定 那这里的重点是说 这个资讯不能够乱掉 举例来讲 我们如果是在 昨天讲的 双方的资讯 是不一样的情况 私部门只透露 一些给公部门 单一的委员中间没有连接 外面抗议的人 根本手上跟公部门资讯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很危险 就是因为 首先大家资讯 就已经不一样了 接下来 因为资讯不一样 所以大家当然也不知道 彼此的感受 或者你只知道里面 最强烈的那些感受 可能你不知道 形成这些感受的事实 从何而来 因为从来也没有 就事实经验讨论过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还是会提出想法 不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不提出想法 大家还是都会提出想法 可是这个想法 就没有事实跟感受的根据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说的idea 也说的想法 就会变成意识形态ideology 那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狂热地相信这件事情 并且我想要传染给别人 这个想法 而且不管事实怎么改变 以及别人的感受是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继续这样想就是了 那好 可能各位业务上都碰过一些 这样子的朋友 那所以同样的教练堂论法的目的 就是要先还原到事实跟感受 分享事实 感受 想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具体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是我昨天在做议题设定的时候 有提过的就是网路卖酒这个例子 那昨天有讲说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确认 利益相关者一起跟他们关系之后 我们说我们想要收集的是 大家的第一手的经验 跟大家的感受 但是呢具体的建议呢 就是用量化的方式来收集 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run法 那我们run了大概三个星期 然后收到了64本意见 这是一位网友欧马克 我每次都拿他当例子 因为这是ORID法最好的 我们知道说在网路上面是不会有D的吗 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D的意思是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唯一在网路上面是决定性质的是什么 我明天要罢工 我明天要去占领内政部 那个算是B 但是事实上在网路讨论板上 比较不会出现这种东西 通常我们会收到的都是事实 超商贩售酒品 这个是可以客观减证的吗 所以这个是事实 或者说他如果问说 请问目前超商是否都有贩售酒品 这是对事实的提问 这个也算是事实层次 OK 那凡是你能够用客观 第三方课检测的方式回他的 或者从他那边收到的都叫事实 接下来他觉得相当便利 这个是个人感受 这个没有对错可言 他觉得相当便利 那可能因为他住便利厂里旁边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不住便利厂里旁边 我可以不觉得相当便利 可是这并没有对错可言 但总之我们现在知道了 他觉得相当便利 所以他觉得不需要在网路开放酒品翻售 那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建议 凡是能够转换成公布门的行动的 或要求公布门做出行动的 都是我们叫做建议 就是我的想法 idea 那这个是完美的 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他的感受是建立在事实上 而想法是建立在他的感受上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非常非常好处理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整个flow 那但是在网路上面 很多人留言的时候 是只留后颁布的 他是不会充分揭露 他为什么这样想 他只会说 不要开放网路 就去翻手 这是邪恶的 什么之类的 好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是为了什么 是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焦点讨论法的目的 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引诱他 把缺的O跟R补上 就是说再讲一次 如果他只讲他的感受 我们可以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他只讲他的建议 我们可以问他说 是怎么样的感受 让你有这样子的建议 总之就是先回到前面的部分 先让事实 让大家都确认到 所以经过三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收集到了关于网路订酒的一些事实 那有一些朋友分享说 事实上在网路上 虽然网路饭酒 我昨天有说是不合法的 因为不能够辨认身份 但事实上呢 网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网站 上万个网站 那里面可能上百个 是目前真的有运作的 然后呢 我就也有实际连上去 它上面叫做行路 有标是警语 它是一个广告网站 它不是一个卖酒网站 它动物车的右上角那个地方 不叫动物车 叫做寻驾单 然后呢 它会要你填入电话地址 可是不告诉你拿这个做什么 然后呢 刚刚叫你填入之后呢 我填了啦 然后接下来 半小时之后 我就收到一通电话 然后那通电话呢 是说 请问你是唐凤啊 你对于这个 这瓶比利时的啤酒 是否想要了解它的价格 好 那它的价格是90元什么 那请问你满18岁了吗 然后我就说 这个 我如果没有满18岁 你要对我做什么 然后他就说 好啦 你声音听起来也有满18岁 然后我就追问说 好 我如果声音没有 听起来没有18岁 那你要做什么 我可能用视讯的方式 请您出去身份证 什么之类的 好 那我就说 我现在说服你满18岁 你到底要开门吗 然后他就说 如果您愿意的话 跟我们没有关系哦 明天会收到这个 一个黑猫宅机便 黑猫宅机便有获到付款 如果您关系的那瓶啤酒 您愿意明天用获到付款的话 我们可以安排 可以安排 好 但是这样我们没有在卖酒 好 那 OK 那黑猫宅机便 运酒是合法的 只要标示警语 广告也是合法的 它上面有写酒啊 然后获到付款 当然是合法的 所以 这整个样态加起来 我们上海道就有啊 那但是每一部都说 它跟上下部没有关系 所以 我就去问财政部的官员说 好 那请问这样子算不算违法 这样子 他说算违法 那为什么算违法呢 因为他这个 有所谓这个结合 实际作为犯之犯译 就是第二 第三部跟第二部 第四部有实际结合 那 然后说那可是 是你们会计查吗 不是 地方政府会计查 那地方政府计查之后 要怎么举证 没有办法举证 那所以这个 目前实际上 发到多少钱呢 实在是发不到 好 那在事实 就是说 但这件事情 其实是并不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尤其是 就是一些这个 觉得说 这个应该要完全禁止 网络饭酒的朋友们 其实并不完全的知道 说现在想买的人 其实根本就 就已经买得到了 那我们是透过这种 事实发现的方法 那当然我作为 就是中介者会主持人 我自己要 真的跑一个流程 来确认说 这是客观事实 就是网友讲的是真的 但是因为事实层级的特点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就是第三方客观检证 那所以说 我也可以邀请 所有的利益关系人 自己打一通电话 自己试试看 看网友这样子讲的 是不是真的 那只有在 已经承认 这个是事实 因为它真的是事实 的状态下 我们才能开始做感受性的讨论 这这边OK吗 我不讲很快 OK 那感受性的东西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量化的 那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 开放式的问卷系统 那这里的重点 比较不是说 有八成的人赞成开放 只要有这个良好的配套措施 以及有两成的人觉得 你配套措施再好的地方 政府都没有办法落实 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 重点是在里面 很多人会揭露一些 比较细的个人感受 而且呢 有一些感受 我们透过问卷的方式 其实是不管支持方 还是反对方都同意的 那好比像说 能够选择闹 自己喜欢酒是很方便的事 是所有人都同意的 想要酒家跟网络外酒 是两件事情 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你酗酒的话 其实你旁边 便利商店比较方便 网路订还要六个小时 或二四小时才会到 所以这两件事情 好像也不应该关于一起谈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说 即使是 好比像说反对的人 有二十趴或二十几趴 但是这边的 同意率是九十八或九十三 意思是说 不管你再不再很开放 这些感受是共同感受 是大家都觉得OK的感受 那再或者说 这个呢 是比较是期待性的感受 就是说他 他希望别人也有 一样的感受 这已经快要往建英那边走了 好比像说 台湾这位朋友觉得 品酒的文化比较不可取 那他希望发展向欧洲 品酒的文化 那品酒的文化 他认为呢 在网路上面呢 这个多方比较分享 有助于促进品酒 而不是品酒的文化 同样这个是个人感受 没有对错 你也不需要去 去回应或者评断它 但是呢 同样这个接触度 还蛮高的 那再反过来 网路进行交易 比现实更容易购买人 掌握购买人品 跟商品的动向 而且未成年 应该是家庭的辅导功能 其实是卫富部要 可能要留心的 那这个呢 其实当然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也是有92%的人同意 所以同样的 在大家都看到说 期待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回来看 那管制措施的建议的部分 怎么样子才能够落实 那同样的 我们也是用一个量化问卷 当时经济部希望 直接在线上支付 用自然的凭证 或用什么第三方经历的方式 就验证它满18岁 那但是呢 这个呢 其实网友接受度并没有很高 那次高的是 宅配道府 然后呢 让物流士 就是现在本来就有在运送酒嘛 顺便验一下你的身份证 然后呢 回去打卡 那这个大家信任度 大概是77% 然后最后是 运到就是酒类的专卖店 或是每一类的 他们本来就在卖酒 本来就在查身份证 现在只是说 他们可能裤藏就那么几瓶酒 你订一些比较好的酒 你还是可以运过去 他们还是有设备 然后你自己再去那边拿 当然比较不方便 可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个业务 所以即使是 不支持的朋友里面 也有四分之一觉得 好吧 你如果真的要开房 那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同样的 我们就是先用问卷的方式 拿到了一个量化的东西 那我还可以再进去 再看更细 那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大概意思是说 对这三种不同的配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很细的意见 像是为什么要宅配道府 是因为他觉得便利商店 可能他只有什么 清酒的4度C 而没有红酒的7度C 而是11度C的冷藏柜 所以他的酒 这个会被放在错误的温度 放了一天之后会坏掉 真的有这么夸张 我不知道我不喝酒 但是就是说 我们为了这个征询 因此才会收到这些 显然是利益相关者 非常懂酒 的这些朋友 才会去提出意见 然后我们才能够 请别的利益相关者看到 然后讨论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面 在最后就是 Decision of B的这个地方 我们开了一个公式工作坊 我们就先把事实 先请大家确认 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会有人提出新的事实之后 再请大家确认 网友的感受 这里只修共同感受 那是不是也是 在场的人的感受呢 其实是耶 不管是之前就是 反对的 或者是支持的这些朋友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好 网友的共同感受 其实也是我们的共同感受 那接下来就是乔事情 就是你要怎么样子的解决方案 大家才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里就不可能一一讲了啦 但是因为我们是联席会议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国税局的 就是财政部的朋友 他们先提供就是 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黄色的反白 不对 他们是粉红色 就是什么储罪化 要先事办 占不开放货到付款 但是未来留开放空间 然后经济部的朋友绿色的 提出说其实你现在买洋酒 是合法的 然后国际会者 业者没有管制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不应该歧视网路 作为通路 这是绿色的 那卫福部就是咖啡色那边说 他们会编更多人来做成影防治 以及如果真的开放的话 根据这个规范去建立 比较理解使用者的东西 然后等等等等 那反正就是说 通常就每个立项管制的发言 都到这个阶段 都不是我赞成或我反对的 都是说你如果要通过这个的话 你要有这个配套 有这个配套的话 我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 那这个时候相应的部分 因为在场 他就会说 好我们来做这个配套 所以在这样子的两个小时下来 其实就已经收拢到一个 大家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的一个状况 那有一些朋友 当然回去会说 好那烟害有这个烟害防治法 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酒害防治法 所以我们不是提示网路 我们觉得应该推酒害防治法 不管是实体还是网路都要防治等等 那但是这很OK 就是每个人说他们自己的decision 只是说最后的这些decision 是互相重叠的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办 所以我们就是 这就出去变成院会案 就变成研究管理法的修法的 管制措施的配套 那所以这是一次 就是很完整的ORIT法的 操作的例子 到这边还OK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法 可以实体提问 不一定需要的意思 那接下来我想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另外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说 因为这边并没有处理小编 这边是我用实体的方式 去收拢所有人用 不管是量化还是质化的方式 所提出来的意见 所以接下来的大概十几分钟 我就会用 我自己的一个非常个人的例子 来讲说 作为小编要怎么样子去做回应 小编呢 有四种基本的做法 为了要把大家的事实的陈述收拢 从一开始大家进入讨论 跟事实的陈述收拢 有所谓的澄清的做法 接下来呢 如果大家感受会造成回避系统 就是造成大家不太敢 不太敢或不太想留言 那你要导正 让每个人能够揭露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然后呢 等到大家进入一个 就是接近系统的讨论状态的时候 你就要用聚焦的方式 让大家把自己的实际的想法 能够慢慢慢慢的精细到 能够作为这个决策的参考 但决策并没有在网络上面做 所以大概是这四个方式 然后那接下来就进入具体的话术 好 那每一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这个是要先讲的 然后这边是我个人的风格 那所以每个人其实就是按照你自己平常书写的风格 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目的 就是你在写的那个起心动念念的目的 要先想清楚 这边呢 是我最近操作OID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是天下杂志的一份文章 然后这份文章非常的造神 然后 非常的夸张 然后 然后我其实没有 我觉得它文笔很好 但是我觉得很夸张 然后 然后它印在纸上的好处是 它可以用一些非语言讯息 纸本的牌板去平衡 那个文章里面造神的那种很糟糕的那种感受 但是呢 因为它被雅虎其魔新闻转载 转载的时候 它是把所有别的图片跟牌板都抽掉的嘛 就跟我们在网络上 如果不特别牌板主文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看起来 其实就是让人一开始就是感受很不好 所以呢 网友的共同意见 209个赞 是完全看不懂 这篇文章到底在讲什么 词不达意 然后拿到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好 那这个诗属于感受性质 没问题吧 而且是共同感受可能95% 那通常 如果是感受性质 共同感受 尊重即可 这个是不用回应的 OK 这个是不用回应的 如果是因为你的主文没有写好 有网友这样子写 你做的并不是回应它 你是会去改你的主文 或改你的机关回应 让它比较容易看懂 那这个时候 你回应它再多解释都没有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希望说 小编跟上稿的是同一个人 或至少他没有横向联系的原因 因为不然的话 如果你一开始楼就歪了 你小编怎么救都救不回来 好 那但是呢 这里是养护其木 不是我开的 然后这是肖富源写的 不是我写的 我不能回去改主文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现在接下来示范是说 如何在一个完全不利的 完全逆风的 我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网友 而且不是版主 还不能改他们的留言 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去做操作 各位真的在做join 或在操作slider 或操作别的系统的时候 能够用的工具 是比我接下来demo的要多的 我们只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通常如果有人做真正是人生攻击性的留言 版主是可以用编辑的方式 这是我们在V台湾建立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 你留了 他比方说这边嘛 三四行 前面都OK 但是最后 最后这个假设他atat这边 其实是一具人生攻击 假设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做的事情是我们编辑 我们把这一段删掉 但是留下有具体建设性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发一封私讯给他说 我们感谢您的这个留言 我们七天之内不会会符合您等等 但是您后面留了这一句 这个阻碍国家进步的元凶式公务员 他们都是主 这是真的发生过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人生攻击 我们已经把删掉了 那这个东西呢 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已经答应说不要人生攻击 我们有一个使用协定 所以我们删掉是合理的 那但是呢 我们很感谢您其他的建议 他讲得越凶 我们就要越非常感谢这样 那在这场上有什么一个好处 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来酸或者来乱 你如果完全删掉 那有点像言论管制 而且你就把它贡献抹杀嘛 而且别人就会开始说 你这个censorship什么的 但你如果完全留着 他本来只是最后一句话很酸 那但是后面回的人 是不会管他前面的 他只会回后面那句很酸的部分 所以下一个就50%酸度 接下来70% 接下来100% 然后就会开始填猫咪图片 到那个时候就没有救了 好 那所以就是说 小片之所以要介入 就是不要被洗版到猫咪图片的 那个状况 好 然后 好 那有位朋友说 这个太底下了 看不到 那好 我待会儿这个调整一下版面 那另外 另外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很多会来上面酸 尤其是进场性的酸 不管你写什么都酸的人 大部分是在现实世界 他可能得不到足够多的这个拥抱 或者是这个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亲密感 那所以说 他在网路上面 他就是要求其他的注意来填补这种 内心的困虚 那可是 因为网路是虚的 所以他这个降流完 得到的注意是说 他明天醒来还是觉得很寂寞 那所以他又会回来继续酸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当然不可能说真的 就是真的 事实上在一些比较小的 一些美国的一些城市 他们有试过 就是凡是来留言的酸民 他们因为是有 要留他的好朋友 Facebook登录 他会查到他的电话 然后打电话过去 虚寒 温暖 送便当 爱心 什么东西的 然后这样非常非常有用 然后然后马上他就觉得说 这个真是太棒了 这个市政府真的有关心我 但是在台湾我们 这个人力成本可能过高 一下子做不到这种 类似偏向关怀的工作 那但是 刺耗的做法是什么呢 刺耗的做法是说 你告诉他说 你唯一能到 得到注意力的方式 是提出有建设性的东西 他提出人身攻击 马上就被删掉了 他可能花了十分钟 或者一分钟血 但是我们两秒钟 就可以做出这个 管板的操作 所以说他没有消耗掉 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帮其他人 节省了别人的注意力 而且这一位酸民呢 就学到说 除非他能够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 不然他的那些 破坏性的部分 根本没有办法 得到他所渴求的注意力 那这样子两三轮下来 他就会学会说 好吧 我必须要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 目前高达八成 是有辅导成功的 那剩下的两成呢 他就会去成就可能 比较容易取得的地方玩了 就不会回来你这边玩了 那这是我们整个的目的 就是不要被一些少数人去破坏 这样 好 所以呢 在事实的部分 那个编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澄清目标跟规则 影响你的空间 以及如果你想要省 你自己打字的力气的话 手上先有一份 你们部里面 或者你们机关里面 已经编好的FAQ 就是常见的问题集 这样子任何人 只要提出类似的问题 你都可以马上贴连接 贴连接贴连接 然后就说那你去看这个 你去看这个 你去看这个 整个的目的是 他如果花一分钟回 你不要花多余一分钟回他 但是你也不能不处理他 整个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你的时间有限嘛 然后网络大家加起来时间无穷嘛 所以就是说 你要事先先建立一个 能够把所有人问的 事实性的问题 都处理掉的方法 举例来讲 从头到尾不知道在爆什么鬼 苹果公司是哪一家苹果啊 卖苹果的吗 那这个呢 属于事实的询问嘛 没有问题吧 这是可以课完减证嘛 你好是做macOS的苹果公司 最近的顾问工作是 让iOS内建无难活用 不为一次点 是被开除吧 什么退休 是失业吧 请命叫退休 好 这个也是可以课完减证的嘛 所以我在被顾病股份出生后 转任顾问 迄今尚未被开除 好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课完减证的东西 那所以 所以事实的东西就一句事实回他就好了 那这个这样子的特性就是他不就不会再回了 因为他已经拿到他要的事实了 接下来才可以做感受性的讨论 这样OK吗 不OK要随时讲 好 那么厉害 台湾民政府的网页怎么不帮忙瘫痪一下 说到底就是民进党未为组织的一份子吧 好 那然后呢 这个东西的重点是怎么不帮忙瘫痪一下 瘫痪与否是可以客观减证 这仍然是欧问 他的感受部分可以完全不用理会 因为这个是一个欧问 然后我就说 我主要只是建设网路平台 我其实并没有做过瘫痪网页的事情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专业 好 OK 那所以这样也是一句就好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 我没有那么多自身能报复 但如果你真的这么神 我的电脑中了勒索病毒 可不可以救回我父亲生前所有美好的回忆 好 那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性质的 就是有没有办法救回来 那同样的 因为已经有FAQ 请找趋势科技 Train Michael Ransom Web Fly Decryptor 你只要找这个关键词 那你就可以找到专家所做的 或许有帮助 我不是专家只能推荐资源 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切割 就是说 因为我懂的东西 其实不包含这个 那我就是很 就有点像说 部会的概管范围不在这里 那你就是就概管范围说 其实你可以打 这个法务部咨询专线08.0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把它导证掉了 那这个也是要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你如果不做 就会跑出很多 很热心的网友帮你做 然后呢 可是热心网友帮你做呢 我们说网路上面要获得注意的方式 不是问问题 而是提供错的答案 因为你提供错的答案 就会很多专家冒出来 然后说 你讲错了才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你说 你作为机关 你提供一个正确 但是又说 这不是我业务范围 那这个答案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他这个讨论突然就结束了 别人就不会再跑上来说 这个 您的这个父亲身先美好 回忆真的很重要 这个 什么之类之类之类的 所有这些东西就不会冒出来 你这事实结论就结束它 这样子 这知道OK 会不会太底下来 还可以 还看得到 花钱买的夜代文 言不及议也能登 好 这个是事实的质问 那言不及议当然是他的个人感受 那在这个时候呢 通常我就是直接回事实部分 因为感受部分我尊重 感受部分这个 因为不到整体感受 所以是不用回的 所以我就说 好 这是天下大事的一部分 是主动他要我谈 我没有花钱买 我昨天才知道会在Yahoo登出 然后就有一位网友说 你也太认真回应了 网络声音是站不完的 为什么要这么认真 然后就说 谢谢关心 只是把话说清楚而已 而且这个是教材了 其实 就说我身上是在编教材 所以这个是主动揭露 自己的利益关系 OK 好 再来 这个人家心中既然没有台湾两个字 为什么记者这个会往脸上贴情 我有朋友问说 这是澄清导证还是聚焦 这边全部都是澄清 凡是我有打O的 都是在澄清 聚焦是下一张 那导证的话 有一些有导证作用 但这主要不是为了导证 因为我只要看到这边是事实 然后用事实回 基本上大概都是 就是澄清 那 这个呢 是他的个人感受 其实是在说 报道里面的两句话 自相矛盾 就是说 唐凤心中没有台湾两个字 那为什么记者要报他呢 这不是台湾媒体吗 好 然后我就是稍微稍微解释了一下 那这个就已经有 接近我自己的感受阶楼 但是这个东西 后面这个东西 是可以客观减证的 所以这个就是同时澄清跟导证 还有人问说 可不可以成为两岸的联系者 在实体跟虚拟之间穿越 架构沟通平台 然后我就会说 确实是有这样的规划 接下来跟杭州中国美院的朋友 会一起实验这套技术 想见这个连结 好 那所以这个同样的就是 因为我这个连结是已经ready的 所以他只要一问到 我其实 他可能花了不到一分钟打这个 那我可能花五秒钟 我就可以直接贴这个连结 就算是做了澄清的工作了 然后像这边是 就是能不能够解决食安跟天灾 然后我就会贴那个 GINV在这个天灾的一些工作 然后那就说 可是其实食安才是问题 然后我就说 那你可以去看食品地图网 食农教育网 还有证问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处理 然后他就很高兴就去找了 这样子 好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的 客观的事实的提供 好 那接下来是导证 导证就是比较 这个酸度会最最开始 就是PH值可能快要到负的 这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澄清的部分要优先回 刚才讲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说 大家是要在同样的事实上面做讨论 第二个是很多这种事实性的问题 它是离题的 所以但是你如果不处理的话 别人就会帮你更离题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要一个一个M的掉之后 大家才能够在这个事实上面去做讨论 通常当你事实阶段处理完之后 大家就会开始冒出强烈的感受 因为根据相同的事实 其实每个人 他有些可能反对这个东西 反对20年了 他的那个感受在事实确认之后 并不会因此而消减 反而是事实确认之后 他的感受会非常冒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 他的感受只要能够在事实层集会 你还是可以在事实层集会 这个就叫做有效评论 我们就开始举实层的例子 你这么厉害 关于是男士 你为什么不服兵役 那先天心事松果是免疫的 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 所以这个虽然还有强烈感受 可能后面还有一些更强烈 但是这个可以事实阶段 快去组团啊 一起唱深蹲下去减肥皂 您好 我目前没有做音乐工作的规划 但还是感谢您的建议 好 OK 所以同样的 对不对 就是说评论强烈的感受 用事实的方式去回应 好 那这些都是一句 你这样回来之后 他们不可能再回 OK 好 又是一个死人 好 您好 感谢欢欣 我还活着 OK 好 这样形容他 他就是大神啊 无私奉献给他一个问题 咚咚答案就出来了 咚咚这个字 就是小鸡鸡弹出来的声音 您好 罗生俊跟我是在slag平台上写作 推测前后文 应该是指系统 即时讯息的提示声音 好 OK 好 那所以就是说 他已经歪楼了嘛 明显歪楼了 那但是你还原到事实 他必须要在事实层级 跟你做处理的时候 这些感受就消失了 没有问题吧 就是说 他每一次想要做出 回避系统的时候 用接近系统 然后提出事实 那这个叫导致 这篇报道也是虚拟的 记者本身就是低贱职业 这个属于个人感受 诡计者东扯西扯 就是不敢明讲 他到底有多少财产 事实部分 好 OK 那就是说 那我想给出多少 要比多 拥有多少来的重要 这种感受回感受 退休之后 虽然经济独立 但除了自己住的地方 没有财产 也没有投资的寻取 这种事实会事实 OK 然后就这样 那这样就好了吗 感受回感受 实实会事实 就处理完了 这仍然是导致 好 然后再强还是一个gay 大家就会开始讨论gay 然后我就会开始 引用这个朋友的评论 就是说这个 终界者必然是倾向于破框的 放在一个空框里不适合 移到另外一个空框里 也不适合 什么之类的 好 那反正就是说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认真 就是他超认真 但是我又没有花 比他多的时间 没有啊 Liz这个评论是显成的 我已经放在剪贴簿里面 所以说他们这样子一套 我贴上去 并没有花比他们多的时间 整个的原则是 不要花比他多的时间 好 还要33岁才能退休 我参加大场花 20岁干了100多个女大学生 骗了一堆钱都不知道怎么花 好 这是个人 这个是感受嘛 他不知道怎么花钱 这个是事实嘛 虽然你可能对他的事实心存疑 好 OK 但是这是个人经验揭露 没错啊 属于欧的层级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虽然有人说不要再做梦了孩子 但是他这个再次确认这个事实的 这个正确性 好 那这个时候我的回应就是说 感谢分享您的经验 感受部分 因为我没有把它具体处理 所以直接回嘛 经济民主联合 318运动节育款的运用方式 网路上都有真信 如果你不知道318拿到钱怎么花 请参考经济民主联合 真信的方式 试试 然后一个网址 这样子 好 OK吗 好 柯P后继有人了 这比他更会吹 智商可能更高 台湾就要呆到晚了 什么垃圾行文 好 其实全部都是感受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事实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我们有兴趣比较智商 事实会事实 夸试的部分 如果搜寻当神看没有好处 正在写事内容的话 可以找到对话的原文 这个就是拿竹子稿去回了 拿竹子稿去回的好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前后文 这个媒体是否在羞辱民进党的教育政策 然后我就说 我加入课发会是去年了 其实是国民党的时候 但是不受政党人的影响 我现在工作 尽量会在2018年完成 这个已经R到I了 好 所以就有整个目的就是说 让感受R 你能够用O回用O回 然后这是如果你不想要它 其实有这个R 你如果想要鼓励它有这个R的话 开始往I这个方向回 然后给资料 好 那终于到聚焦了 这个感受真的不是很好回 然后接下来到I的部分 那通常讨论到这个程度 大概是 这个新闻出来已经快要第二天 快第三天了 大家就会开始 开始问说这个 是不是免非帮苹果工作啊 退休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然后我就说 比较专注在公民社会的实际需求上 这个呢就是在邀请大家问说 那请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公民社会实际需求 我们可以实际做讨论 但是呢 一开始呢 收来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 不建议家长让小孩模仿 只会造成小孩自卑的悲剧 这个已经是I了 因为他想要影响家长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但是他后面是有感受在做 做这么的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回他的方式就是说 我想要让小孩模仿任何人 对教育都没有帮助 但如果你去搜寻 与众相同才是一种幻觉吧 那这个是一个O 但是是一个对I的问号 那就是希望他再对这个东西 再多讲一些 他能够实际的东西 这样子 不读书可以啊 除非你 经文你具备哪一样 R嘛 好 那在后面 这个可能有一些O的成分 我就说 无论怎么样读书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自学之后 我到大学研究所旁听 是因为这些教授们来带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有没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因素呢 你觉得呢 好 这个就在I的部分开始 去问问题 然后 接下来就开始说 诶 教育 那具体到底做什么教育工作呢 诶 我拜蒙点松 加入12年国教课发会 置听课纲 虽然不像方新作为人一样 分丰富 但我的工作是分享具体的经验 所以各位如果有具体的经验的话 那也请开始分享 就是再度建立 O到I的这样一个层级 因为I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 这也叫退休 这叫自由业或SOHO组 那个到处开会 还要时不时请媒体吃饭 或者吹嘘广告自己的功力 也叫退休吗 然后 但这个东西虽然有一些建议 但是我也会说 事实上到处开会是有的 请媒体吃饭是没有的 我也觉得说SOHO组比较正确 好 那就是三个O 那意思就是说 他这样子的建议 其实我用不到 那所以就是说 那可不可以再 就是提出更有具体的建议 然后就会有人开始提出 对蒙点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然后就是 问我说蒙点接下来怎么样吗 事实上怎么样影响到教育部吗 这个时候就进入实施讨论了 那进入实施讨论之后 你才能够真的收出一些 他个人的建议 而且这个建议后面 是有事实能感受到基本的 所以就是 好比上说 不要以为会几个城市员 就是神人 如果这样就是当神人 台湾大学里面非常多 我也觉得造神很不可取 那这样子处理完之后呢 就会进入爱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 有创新的思维 但是台湾没有什么创新产品 那但是他觉得 营造沟通工具还要更重要 然后我就说 对营造良好光通工具 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建议他可以看这些东西 他就说 这真的是非常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 已经达成有效沟通 而且我也学到一些 他也学到一些 然后又一篇 要帮助蔡政府 朱拉第一学历高成就的报道 最好大家都不要念书 都会有高成就 那这里呢 其实他是有这个主张的 就是18岁先工作再进修 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念书 而是结合技职教育跟事务经验 所以这个就是说 先充分澄清事实之后 问他对事实的感受 这个这是一个理想 就像终身学习一样 高中高职毕业生 工作类型将受限 踏入社会之后 对家庭的回馈贡献 会因此受影响 已经有数年工作经验的人很清楚 什么之类之类之类 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毕竟是少数之类之类 所以突然之间就开始冒出 真正的那个OI系统的 这已经接近政策建议了 然后 然后这个 还有什么美容科建交生 什么之类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我先感谢两位详细的意见 我大致同意真难以可使用大多数的学生 那考虑到美容工作 真的是人工智慧时代少数会留下来的工作 因为它是一对一的服务 也只可以客观见证的 想请问目前这样合作 到底有哪些问题可以如何改善呢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分享 真的关于这家合作的一些问题 我就这边就不一一念了 但我就具体的承诺就是说 我在教育部的文件上面比较看不到 这是事实 那未来我在参与课发会的时候 会注意节度这件事情 我只能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事就已经收到了 OK 好 那最后一个 台湾民主都泛滥成灾了 还在为民主推波助澜 台湾的民主是人人一样的自私 当然总有为毁灭而存在的妖孽 天才就是为了毁灭而来 全部都是感受 全部都是感受 OK 好 那这个怎么回呢 先感谢您提出了考量 确实民主有许多弊名 感受上的同意 如果搜寻领先全球民主 实验可以具体的看到 我目前在做的事情 那请问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 好 这个你想穿到更大的价值 我明白 但是请你45岁之后呢 在参加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出了川普这家怪咖之类 这个事实上有上千字 所以我就不帮大家念了 但是他提出了非常非常具体的 个人经验 跟 我也根据这些经验人来感受 跟个人的想法 然后接下来完全同意您的观察 对于建议的肯定 对谈的时候 我也说川普真的代表很多人 跟战略与华尔 就是一样的 对于事实的肯定 我想无论欧美的代义民主 或东亚的民主集中 只都面临相同 就是我个人感受 跟他感受相同 然后我主要的专业工作 只是如何透过自通讯科技 让内部沟通更顺利 刚好VTAN这个平台 被公布的 现在其实大部分是企业在用 我自己对政策力量不足 也没有提出看法 很高兴你讲这件事情 所以就说ORI上都同意他 然后在第一项面说 你还可以再更多说一些 这样子 所以后来他事实上 并没有真的讲什么 全部都是正向感受 但是就是说 这个确实是有收到东西 我有收到他的具体的东西 他也觉得说 这次沟通是有效的 所以差不多从这个点之后的沟通 都是有效的 那所以我就再度快速的 recap一次 就是说 事实上先澄清 优先澄清 当时的感受就不用回 当你觉得事实都澄清之后 移到感受上 把所有歪掉的感受做导正 然后做聚焦 聚焦之后就是 鼓励大家提出建议 以及最后做征询 就是说 这些建议我们即将转换成行动了 那你对这些建议的细节 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 或更细的想法 好 那所以我们休息 先休息六分钟好了 五分钟到 那个十点钟回来 那十点钟回来的时候 我先预告一下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大家在开了这个资料夹的时候 会看到昨天的每一组 的Google Doc底下 我都已经贴了 到今天早上为止的留言 那这些留言呢 我因为比较收养的关系 所以其实已经帮忙 帮忙做了第一组的五个 但也是因为第一组的留言比较多啦 那其他组可以先参考这五个 就是说这个事实上 就是我刚刚在初一 然后那个母的留言说 脑底的那张图 就是这里面哪些部分是事实 对于事实它如果是分享 你把分享的部分直接靠过来 那如果它是对于事实的 就是询问 比方说第一个 它其实全部就是补贴方式问号 它不知道补贴方式 那你的组文里面可能没有写清楚 我不知道 那这个事实就要写补贴方式问号 那第二个其实是很好的 它有关于事实的分享 它有关于感受 这个是它主观的 觉得说会有前科诈骗 这个很难客观减证 所以算是感受 但是它觉得提出了解决这个感受的具体想法 那这个时候就是把这里面的部分靠过来 最简单的方式是你直接靠段落 那你如果时间再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自己的字把它重新写过 就是把它稍微精简一点做成关键字 这是待会儿要做的练习 那我们就先休息到10点 谢谢